就这么个道理 你要会用真心 你就是佛弟子 把真心用熟了 你就是菩萨 哪一天大车大悟 铭心见性了 你就成佛了 谁教你 没人教你 你自己就成就了 谁是你的老师 谁帮你印证 这印证的人就是老师 那我们如果是开悟了 今天找什么人的证明 找不到人 找今天 我们看着大成经 一看就明白了 他给我们证明 我们真开悟了 那大成经是我们的老师 大成经是谁说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那释迦牟尼佛就是你老师 你是释迦的弟子 佛家如是 佛家如是 儒家也如是 道家也如是 其他宗教也如是 妙不可言 孟子跟谁说的 孟子是学孔子 孔子已经不再过世了 孟子是拿到孔子的著作来学习 像我们今天 拿到真正 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他们的住所 他们的光地 同样的道理 现在科学进步 在方法这个方面的时候 比古人好 比古人精密 数量也多 不缺乏 所以在这个时期 真正好学的人 还是有门道啊 不是 无路过走 有门道啊 那就是 学古人 做古大德的 私塾弟子 中国人将私塾弟子 头一个是叫孟子 孟子在世 孔子已经往生了 已经过世了 孔子的著作在 他两目孔子 而不在同一个时代 他各类一代 孟子以孔子的著作 作为他的课本 那学习的标准 他学得很成功 那就是 以孔夫子为老师 那他学成功了 后世尊孔子为智慎 尊孟子为亚慎 这就证明 他的成就非凡 孔子你看看 当年在世 当年在世 学生有三千人 三千里面有七十二个顶尖的 孟子的地位超过他 在七十二个顶尖之之手 排在第一个 后人排的 提孔孟 不提孔爷 那延晖是 父子最爱的学生 没有讲自由 没有讲子公 人家要提孔子 孔龙 这就证明 学古人 能学成功 而且能超越 甚至于能超越古人 那佛门里面有 其他的例子很多 如汉朝的司马迁 中国历史第一篇 《十纪》 《十纪》的作者 就是司马迁 《十纪》